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美国少数政客的事 而是美国各界精英的共识 在打压华为问题上 共和党与民主党没有分歧 不但如此 美国甚至都不允许华为寻求自保 据媒体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日前批判华为 称华为通过搞本土化 搞去美国化 不是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行为 华为和海思是在破坏美国保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限制行动 这简直是天风夜谭 美国要搞华为 华为谋求生存是很自然的事情 按照美国的逻辑 美国政府抛弃自由竞争 抛弃国际法 不惜倾举国之力霸权思维和下三难的手段来掐死华为 还不允许华为谋其自我生存 这完全是连最基本的正常的逻辑都不讲了 美国搞死华为就合理合法 华为作为一家企业 却不能趋利避害的谋存 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由此可见 美国完全不讲理 美国让谁死 谁就得死 想求生都是在破坏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 所以 就像华为官微发的帖子一样 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是的 不光华为除了胜利已经无路可走 整个中国都是除了胜利无路可走 美国要搞死华为 目的就是要搞死中国 要让中国永远生存在产业低端 为美国人做袜子 织毛衣 缝裤子 在这样的逼迫下 我们必须突破美国的封锁 必须突破美国的打压 必须胜利 中国人没有选择 说中国 最终必然胜利 可不仅只是嘴上说说 而是中国真正的有这样的实力 中国的三大能力决定 这次中国必胜无疑 而且 美国所采取的措施犹如自残 必然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一 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 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 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开始 十年过去了 如今中国的工业产值 已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请注意 这里是产值占三分之一 如果计算产能 考虑到中国商品的性价比则更高 根据工信部披露的数据 全球主要工业品的产能 中国早在2016年已经占了四成 如今 肯定更高 譬如 中国制造的智能终端 就占全球的九成以上 再譬如 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56% 事实上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全世界怎么可能离开中国制造呢 美国离得开吗 答案也是不可能的 刚刚德意志银行做了个调查 称41%的美国人拒买中国产品 看到这个新闻 小编就感觉好笑 美国人知道哪些产品是中国制造的吗 记得之前日本一个电视节目现场做调查 问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 几乎所有人都说劣质 自己不会买 于是 主持人让他们把自己穿的用的拿出来 结果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 参加节目的那些日本人 眼珠子瞪得溜元 嘴巴都合不上 他们大量在购买和使用价格低 性能强的中国货 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品牌不是中国的 以美国人的文化素养 显然还不如日本人 所以 这调查中抵制的41%的美国人 应该没有人能真正做到抵制中国制造 以智能终端为例 苹果的智能终端几乎是在中国生产的 美国人大概都认为那是美国制造 让人笑掉大牙 而且 如果中美真的彻底闹斑了 苹果去哪里找中国这样的替代产能 苹果不早就说了要在印度建厂吗 两三年过去了 还有音吗 还要转移手机生产线 差不多需要七年时间 那还得当地有这样的承载能力 何况 这七年的时间 苹果就不卖手机了吗 既然中国制造的手机占全球的九成 那么 一旦中美彻底脱钩 美国的芯片卖给谁呢 如果中国有了替代美国芯片的中国芯片 哪怕性能不如美国芯片 大家买手机能买谁的 所以美国也就是敢这样对付华为 试图通过打压华为来打压中国 真的是吃人做梦了 本质上看 美国是全球科技中心 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 美国的全球技术中心离不开中国这个制造中心 否则 美国的科技研发就没办法和市场对接 没办法变现 也就没办法进行持续的科技投入 中国呢 中芯国际已经能生产14纳米芯片 并且正在研发7纳米的芯片生产工艺 预计不久也能取得成功 中芯国际现在已经开始给华为海思量产麒麟710A芯片 这就是说中国的芯片完全是自主化 已经有了新的突破 只是工艺水平还达不到7纳米和5纳米而已 只要有量 工艺水平是可以提升的 那么 一旦中国也开始生产7纳米芯片 美国的芯片还能卖给谁呢 未来一旦具备了5纳米芯片的生产能力 到那时 中国自己的芯片自己制造的终端 美国的产品的竞争力还能行吗 所以 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 是美国高科技赖以生存的土壤 没有中国的工业制造 美国的科技研发与市场的循环就无法有效建立 而中国 则可以利用自身的具备闭环系统逐渐实现突破 到那时 美国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 全球市场也将迎来强大的对手 自身的科技研发系统一旦不能快速变现 就意味着系统遭到破坏 美国的科技领先也就终结了 未来 美国在芯片领域一家独大的局面被忠告 不能怪中国 那只能怪特朗普 二 中国的市场 中国很快就将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不但如此 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潜力市场 中国的经济 消费都处在高速增长之中 以美国试图卡中国芯片脖子的智能终端为例 全球一年智能终端出货时四亿步左右 中国市场就约四亿步 占全球出货量约三成 随着5G到来 中国进入了智能终端的换机潮 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一年有四亿步以上的智能终端需求 也就是四亿多芯片 一旦这些芯片 美国都不供了 全部都由中国的企业供 那对中国的企业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研发投资将会大幅加快 中国的芯片研发 制造的追赶速度将非常之快 按照现在的计划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7纳米就能攻克 美国想限制住中国 想搞死华为怎么可能呢 根据美国的新规 为了降低限制华为给各方面带来的影响 相关企业有120天的缓冲期 另外 最新的消息是 台积电从华为刚刚获得了7亿美元的追加订单 包括5纳米和7纳米工艺的芯片 现在台积电在加班加点为华为生产芯片 这样的订单规模再加上之前华为的囤货 撑两年应该没有问题的 而在此时 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 都在加快提升制造水平 请问美国能够限制住华为吗 不可能 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加快了5G的投资进程 中国大规模的5G投资必然加速华为的研发 与此同时 美国自己因为没有5G技术 还不知道何时开始投资建设 那么 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 必然是因为中国5G市场的投资 而有更大幅度的领先 美国的芯片企业呢 因为失去中国的市场 在5G技术领域会果足不前 华为在5G领域只能加快拉开与美国公司的差距 所以 美国限制华为 后果不是把华为给挤死 而是失去中国市场 补上中国大陆芯片制造的短板 本来 中国追赶美国芯片技术 估计需要10年以上 甚至可能要到15到20年 现在看 少则5年多则8年 估计就差不多赶上了 因为有巨大的市场在背后支撑 美国失去中国市场 将是永久的失去 而中国一旦补起短板 后果就是中国能用更低的成本运营和研发 不但能研发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制造成本也会更低 到那时美国哭都没有地方哭 三 中国的人才 中国2019年大学毕业生达到834万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都是理工科毕业生 差不多有超过500万人 美国呢 每年理工科毕业只有50多万 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多点 中国现在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科研靠的是什么呢 一是人才 二是资金 三是市场 中国马上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中国科研人才基数比美国大 中国科研资金2018年已经超过美国 那么美国还有什么比中国领先 还剩下科研接触了 美国的科研底子比中国厚 科研接触比我们好 美国现阶段依然领先中国很多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中国有足够的人才 有绰绰有余的资金 还有全球最大的市场 请问美国能限制住中国吗 怎么可能 所以所谓借打压华为 试图阻挡中国产业升级 科研升级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才基础 足以支撑中国在科研上追赶美国 哪怕美国侵举国主力遏制 事实上美国如此遏制中国 使得中国没有了依靠 只能自力更生 以这样的人才基础 投入力度 市场规模 追赶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何况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只是质量的差距 并非有和无的差距 美国这是在逼出最合格的对手 美国打压的越狠 中国政府在政策 资源上会越倾向支持华为 华为本来是一家企业 在市场上正常发展 现在成了国家集中力量 推动其发展的对象 这种力量 岂是美国所能够阻挡的 过去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链 整体是较为松散的 这都是过去比较强调的自由市场等因素所致 但是 现在不同了 美国的围追堵截和强力打压 使得中国从国家的最高层面 开始推动高科技产业链的聚集 2020年更促进了这一进程 所以 接下来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链 将进入产业抱团时代 尤其像中国处于劣势的芯片制造行业 中国政府和企业都会集中力量 推动关键技术的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 意味着将集中整个社会所有力量 在重点项目上寻求突破 如此突破的速度将比正常情况下快得多得多 过去三年干成的事情 现在可能一年就搞定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 按正常的节奏 中国芯片业大概要想彻底追上美国 可能需要15到20年 现在估计5到8年就能追上了 过去的几十年 美国打压德国 打压日本都很成功 但这次美国是真的遇上了对手 打错了算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